高中生确诊首例教育部该校取消教师跑班授课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宣布北部一名高中生确诊新冠肺炎 该班将停课14天 教育部表示确诊个案学校应暂停各项大型活动 包括运动会、社团活动等教师也取消以跑班方式授课 教育部表示确诊高中生的学校应配合卫生单位疫情调查作业 将学生所有活动、上课记录及接触资料全面提供疫情调查使用 教育部将全力支持学校紧急战备防疫物资 并请学校配合以下事项 一、若个案学校师生接获卫生单位通知 应依据通知书中的规定留在家中或卫生局指定范围内 禁止外出并于隔离期间 每日早晚个量体温一次 详实记录体温及健康状况 主动通报地方卫生局所 二、请各案学校暂停各项大型活动 如班级活动、社团活动、运动会等 并取消以跑班方式授课 三、有关停课后之补课机制 得线上补课 也可于停课结束后于第八节、假日或暑期补课 四、停课后学生接获居家隔离或自主健康管理通知 依规定不计请假日数 该校学生躺因应疫情在家自主学习 本部将请学校予以协助 教育部也表示 将持续强化各级学校定期全面清洁消毒 教室保持良好通风 加强环境消毒及清洁 落实学生上学前自主健康管理量测体温 入校后学校及老师主动关心学生健康状况 宣导若身体不适情紧速就医 可在家休息不上学 学校不会列入出席剂